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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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在香港最高的太平山頂 我們今天就找一個遊戲玩一玩 就是叫做人肉鬥機器 我們找了一部單車一部私家車 我們就是用各自的辦法 各自的路線 鬥快落到金鐘藍車站 就看看究竟是人快還是機器快 師兄,這部車很漂亮 你這部也不差 你這部車有多快? 提快一點點 不是吧 走過來 來吧 就去藍車站扔 好,輸了點 幫你抹車吧 好,輸了點 就好,輸了點 我們今天選擇了一輛Ring Rover Sport 來參加這次的比賽 其實我們是專等的 新的一代多了一個Molder 這個叫Dynamic 主要是控制車身的穩定系統 令它可以平穩一點 當你平穩一點時 你當然可以駕快一點 今天用來比賽的KTM的Apex 車架設計是非常堅硬的 非常適合下山、樓梯、飛帶汁 車架設計是起了角 比其他一輛單車 不會有那麼容易 這個扭曲的情況出現 油紅燈了 光是關閉眼燈 都要等一分多兩分鐘 KTM上面這支頭鼻震叉 就是來自法國的BOSE牌子IDOL 就是其中一支飛駕上最頂級的頭鼻震 它用於傳統的設計 對於下山、下樓梯等 總之下坡賽事都非常吸震、非常穩定 Sport呢 是一輛很運動型、操作力很好的車 這個引擎現在是5000cc V8加Supercharge 這輛車有580匹 580匹相對於舊款385匹 其實增長了很多很多 來自舖的增長度 一方面的力量會大了 另一方面油耗低了 第三方面就是廢氣低一點 其實這件事都頗難做的 但這輛引擎能做到 再有的改變就是波箱 波箱本身聰明了很多 它經常是一個 跟引擎很合作的波檔工作 經常都是徘徊在1200至1400轉之間 這個表現其實已經做到幾節油 這條馬基辛俠道真的挺窄的 不過我駕下這輛車的奇怪 我又不覺得它特別闊 但我看回資料 原來這輛車有兩米一般闊 兩米一其實闊過很多大房車 但在這條路上駕駛 我又不覺得它很輪盡、很大步 其實我還可以快點 這個車架後面就配了一支Foxy的避震 有230mm長度 有一個旅遊幫助我 我踏上來的控制性很好 對我下山、飛踏、大踏踏 吸震的情況都非常之好 我看不到它 好像不是 不好意思,這次真的贏了 你也很厲害,這麼快 我拚命了 我還沒拚命,很多車 這樣吧,下次再跟你鬥過 好 我現在先走了 隨時封陪,不要隨時 吃點東西交給你 你是哪裡找水的?阿哥 好dy, любовь可忍 你最愛情 我會繼續 自己想帶你 兄弟,信念你 ,是誰? 有利我 是要不要 我們請問他 … 我會失敗 我會失敗